假成龙年,正月初一日,我们在马尔本一群朋友举行小型家庭聚会,一块儿过年,庆祝春节 春节起源于中国,早期传播到东亚,逐渐传播到全世界 今天,春节不但是中华民族的第一大节日,也是全世界最多人庆祝的节日 我们在海外也很热闹 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春节的称谓和形式一直在发展变化 但其文化内好几本来变,核心内容包括感恩、庆祝、祈福、团聚等等 我们住在北美和大洋洲这几个近代英国殖民建立的国家 帝国门西,居住分散,加上昂古萨克斯文化提俗 偏向个人,而我们远离家乡故事的亲戚朋友比较少 走亲戚串门的事情经常很少 我们是几个家庭一起举行庆祝活动 这次春节居住活动,共有16个家庭,35个大人 20个孩子参加,除了华人和中国人,也有其他族裔的朋友参加 每家每户聊聊过去一年,展望一下新的一年 分享一下人生感悟,加加多绞尽脑汁 做几个拿手的饭菜分享 还要给自己做的饭菜取个美好的中国名字 用毛笔字写好标签 我们还要举行投票,选出最佳菜肴和最佳甜点 颁发奖品和奖状 大家都穿上美丽的中华民族服装 展示身材和骄傲 我们也投票选出最佳女士和最佳男士卓庄奖 大家一起唱了经典的中国歌曲 跳新疆舞,打八段级,开机船 通过这样的节庆活动,把日常生活的衣食做行 举手投足,仪式化,艺术化 把日常生活提升和生活 使我们的生活有了时间感,历史感,仪式感 价值感,责任感,使命感和位数感 中国第一位哈佛大学人类学博士 中国现代考古学之父 主持了震惊世界的河南安阳殷墟发学工作 古代史专家,杰出的历史学者 以及先生在再谈中国上古史的重建问题 一文中说 中国历史是人类全播历史最光荣的一面 只有把它放在全体人类历史的背景上看 它的光辉才更小的先灵 把它关在一间老屋子内 一方自少的日子已经过去 中国文化中的核心价值 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坦污 蕴含着个人和整个人类社会的根本和最终解决之道 春节的节庆活动就是很好的表现形式 过好春节,意义不同凡响 香港中问到我们一般都 utiliser 保佑我就想而已 感觉留 COVID-19 KOMER KOMER 上一般非常有 И,不幸我不相信 美国相合的家序 美国エンコス 剑S console 美国éis 完素 美国